初出谋如湖南攀岩冲进足途微曲嗨滨在全能决赛中,副聪李嘉明摄影报道湖南日报记者王亮手抓炎币,猜着十块大小的着力点,运动员在观众紧张的注视下,或成功登顶,获得阵阵掌声,或中途坠落,引起一片惊呼。 8月12日晚,2018中国攀岩联赛长沙战比赛,在省人民体育场攀岩场结束,13支队伍,77名运动员,上演炎币芭蕾,成立仅一年四个月的湖南攀岩国训队,延续了前两战的出色表现,李小玉问鼻女子速度在,曲海滨称雄男子全能,在四个项目中夺得两枚金牌,令人瞩目。 省体育局局长李顺介绍,2017年4月,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,在我省设立攀岩学习班,通过出试、复试,最终从来自体操、柔道、武术等项目的271名运动员中选出24人,并签约曲海滨和曲昌凤两名高水平运动员,组建国家攀岩湖南籍训队进行长期训练,除了曲海滨和曲昌凤, 24名年轻运动员,于攀岩项目均为一张白纸,但是,白纸也有白纸的优势。 湖南攀岩国训队教练张燕丽说,年轻队员都是跨向而来,虽然此前没有接触过攀岩,但身体条件和体能,协调性都非常出色, 也有新鲜境,练习后进步飞快,张亮之前练习高敲,节奏感好,爆发力强,在速度攀岩上进步神速,练习武术的龙金宝柔韧性高人一筹,因此在难度攀岩上有先,偏优势,女子速度赛冠军。 李小玉以前练习田径,速度就是她的本色,同时,这批年轻队员加入湖南攀岩国训队以来,充分发扬了湖南人吃的苦,耐得烦,霸得蛮的拼劲。 张燕丽介绍,队伍训练基本是每周五天,每天六个小时,因为起步晚,年轻队员训练都格外认真。 投入,练习仅一年多,大家的手不但经常出血,指关节也已变得粗大,十个手指的指纹已消磨殆尽,被迫放弃手机指纹解锁功能。 张燕丽告诉记者,目前有瞿海斌、瞿昌凤两位老将坐镇,年轻选手队员又成长迅速,湖南对整体实力已跻身国内一线,尽管成立时间短,但队伍弹尽十足,已将目标锁定在2021年第十四届全院会,运营人员,唐骏MX002。 感谢观看